用一根电线就能立马知道真假304不锈钢 像假的304不锈钢含蒙量比较高 对人体危害比较大 我们用这个电线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它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插牌 然后一个手机的充电头 再需要找一个报废的手机充电线 把小头的一部分给它剪掉 然后这里边是有四条线的 我们只留下黑色和红色这两条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充电线 给它插在手机的充电头上面 然后把它再插在这个电源上面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电锂户上面 给它来点液体 给它多来几滴 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检测出真假304不锈钢 好我们现在来看 电线一条黑色一条红色 我们把这条黑色的线给它接在这个不锈钢的一侧 然后用这红线来放在这个液体上面 我们来看 现在这个液体它是没有任何颜色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红色的这个线给它放在液体上面 我们看一下 如果它的颜色发红发黑 就说明这个不锈钢 它是假的 不是304的 你看颜色已经变了是吧 变颜色就说明它不是真正的304不锈钢 如果是真正304的不锈钢 它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我们看一镜发红了 看到没有 从这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出这个不锈钢 电水壶它就是个假的 有的一些标注写的是食品级或者是304的 但是也不一定 经过这样检测以后 就能立马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304 用了这个液体呢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呢 用的就是电瓶里边的蒸馏水或者是电解液 只要是给它拿针管抽出来一点 都可以快速的判断出真假304不锈钢 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